大家好,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为提升中国人的收入花了很大努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398元,同比名义增长6.3% 才联社10月18日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98元 同比名义增长6.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9% 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 岸长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428元,同比名义增长5.2% 实际增长4.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705元,同比名义增长7.6%,实际增长7.3% 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 分别名义增长6.8%,6.7%,3.7%,5.8%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24528元,同比名义增长5.4% 很多人都很好奇,现在什么人的收入在增长 民企都不用说了,连公务员,体制内的都是匠心 收入增长,而且一直在高速增长,这事真的有点神奇 本频道评论,中共靠得住,母猪能上述 2019年上海市金融办公室,召开外资机构会议 说,明年我们就必须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了 请大家提一些建议 我一开始,也和大家一起沉默不语 后来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尴尬 说,国际金融中心有三个基本条件 就是资本、信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请问上海,具备了哪一条 我没有被保安当场嫁出去 但麦克风被掐了 下面是网友的帖子 致媒体育、开曼群岛注册 董事会主席任国尊 专业马拉松冠军操盘手 以中介的方式聘请国外选手 参加国内比赛拿冠军 因为中国选手可以用个人名义报名参加比赛 奖金归个人所得 国外选手只能以中介的方式 报名参加比赛 奖金由中介机构按比例分成 另外,赛事结果直接影响外围赌盘 中国现在底层越来越互害了 以小件大,下面是一家超市贴出来的告示 应近期有职业打假 故意投放过期食品再买走 从而敲诈 购买时请您看清日期 避免买到过期食品 付款时会核对日期 如有延满,请您谅解 问了下老板 说是最近有一伙东北人 但这个 先是来一个人 往货架上藏过期食品 过一会儿 再来个人 故意买走完了 要求赔一千元 因为不能证明前后两拨人有关系 摄像头拍到了也没用 只能认栽 老板表示 房不胜房 只能在结账的时候 检查每一件商品 有没有过期 号外号外 京地集团爆雷了 京地集团董事长 林克跑路了 然后股债双杀 加入京地31年 执掌京地25年 林克的辞任何以健康原因不归 也并不奇怪 因为恒大爆雷 许家印被抓之后 碧桂园会紧跟爆雷的 林克是许家印的河南老乡 京地虽是国企 近几年疯狂推销房产 但一样会扛不住 根据彭博数据 碧桂园一直应付利息 1538万美元的票据 已经结束宽限期 碧桂园未能在宽限期内支付票息 集团所有离岸债 都被视为违约 并将触发其他债券的交叉违约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 一个中国女人的极限躺平方案 一 绝对不生孩子 二 打电话只用微信 三 手机改成8元套餐 四 每月工资取现金存家里 五 不参加任何聚会 六 不买洗脸奶 用桃米水洗脸 七 洗脚水 洗菜水攒下 冲厕所和拖地 八 不买沐浴露 只用三块钱的香皂 九 不买护肤品 只用黄瓜尾巴 切片敷脸 十 不做头发 不做指甲 十一 宁肯少吃一顿 也不点外卖 十二 一次只买半斤猪肉 十三 只买超市特价处理的蔬菜 十四 只穿运动服 不存在时髦问题 十五 只穿中性色运动鞋 不会显旧 十六 手机只要不彻底坏了 就一直用下去 十七 不是床单被罩这种大件 不用洗衣机 十八 不装空调 太热了吹电扇 十九 出门必带水杯 不在外面买水 二十 不用冰箱 每天买菜定量 二十一 只用卷纸 不用抽纸 二十二 出门前吃饱 绝不在外面吃 二十三 出门前 关闭所有电源 二十四 不逛街 不旅游 偶尔网购些必需品 二十五 不囤货 用完再买 二十六 交通工具 电动自行车 二十七 去超市买东西 自备塑料袋 二十八 纸箱攒着 然后卖钱 二十九 不养任何宠物 三十 不麻烦别人 不欠人情 三十一 不追剧 不开任何会员 三十二 不买包包 东西多就拎不带 三十三 一个月买两次 打特价的水果 三十四 一顿饭只炒一个菜 三十五 用苏打粉洗碗刷锅 三十六 晚上逛超市 经常有特价简陋 三十七 不喝奶茶 不吃零食 饿了吃饭 三十八 需要什么电器 先去二手平台看看 三十九 不向人借钱 也不借给任何人钱 四十 不买车 不买房 更不贷款 四十一 小病吃药 大病等死 绝不去医院 据何训财经报道 习近平为股票市场 未来发展 指明方向 本频道评论 天天指明方向 天天下跌 跌跌不休 今天的韭菜 可能是最火爆的财经关键词了 今日网络有传闻 称即将赴任证监会的严庆明 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 农作物学院 是培育种植韭菜专业 韭菜专家来了 天津市副市长 颜庆明 将赴任证监会副主席 天津市副市长 颜庆明 将赴任证监会副主席 新浪财经 颜庆明 南 汉族 1961年5月生 山西天镇人 1984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7年7月参加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农作物学院毕业 培育种植韭菜专家 有网友说 八年时间三千点 证券公司抽走一万亿 新股发行 抽走两万八千亿 印花税抽走一万五千亿 大股东减持 抽走三万两千亿 再融资 抽走九万七千亿 五台巨型抽水机 差不多抽走二十万亿 还有主力装 要迎走很多 而这些成本 自然而然 全部转嫁到了散户股名头上 而这些造成股市长不起来的原因 胡锡进只字未敢提 软骨头啊 本频道评论 上面这位网友 千万不要激动 胡锡进是党国的狗 他只会替党国忽悠韭菜进场 哪里会为股民说话 你有这种想法 就是不应该啊 一位网友写帖子说 中共搞股市的动机是 为国企脱困 交易所的任务是 盘活国有资产 券商投行目标是 保送更多公司发行股票 PE投资的利益是 IP有钱分一杯羹 企业上市目的是 圈钱 股民的历史使命是 为以上各个环节 准备资金 另一位网友说 炒股市比读博市还难 成长要时间 要学费试错 金融实验是 数学 哲学 力学 行为学 心理学 博弈学 等等都要通 要健康身体 强大耐心 坚强毅力 方可入门 也就保本 发财要牛市到来 下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 青岛啤酒三厂 有工人在原料舱里小便 当地是监局回应 已前往调查 10月19日 有网友发视频称 山东青岛啤酒三厂 一个工人爬进原料舱小便 习猪头的兄弟普京 来中国了 专车空运过来 看看他的车 沃尔斯中文名叫阿鲁斯 太硬核了吧 尤埃尔斯为普京定制 命名为金色俄罗斯 造价约13亿人民币 有点像劳斯莱斯 有不少奔驰 兵力元素 车长6.6米 轴距4.3米 动力6.6T 双涡轮增压V12发动机 匹配9R首次一体变速箱 850马力 峰值扭矩1320牛米 重量7吨 百公里加速6秒 宛如一座移动的堡垒 可以抵御火箭弹 各种炮弹 子弹的袭击 普通枪炮弹药没辙 学者张评发帖说 在尾巴问题上 不带立场是不可能的事情 即使你以前不关心这个事情 你所受的教育 你接触的新闻 都会把立场传导给你 在尾巴问题上 假装客观公正 不仅做不到 也没有必要 立场不重要 那么什么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怎样获得事实 如果你不能清零其境 那么你获得事实的来源 只有两个 一个是巴勒斯坦人 一个是以色列人 所谓主流媒体的消息 其实都是他们的 巴勒斯坦外包记者的消息 也就是巴勒斯坦的消息 那么 两边的消息 哪边的更可靠呢 当然是以色列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是有新闻自由的国家 如果政府或者媒体撒谎 不用外人 以色列自己的媒体 就能扇他们的耳光 而且责任人要承担责任 以色列 要是出了加沙医院这样的丑闻 不说别人 发言人 新闻办公室负责人 就都干到头了 所以 以色列说的话 可以誉为真 除非被证伪 相反 巴勒斯坦人 无论是西岸的 还是加沙的 都没有新闻自由 都是暴力专制统治下的媒体 撒谎不用承担后果 不撒谎 则会遭到残酷报复 所以巴勒斯坦人的话 可以预设为谎话 除非被证明是真的 刚刚发生的加沙医院丑闻 是个很好的例子 另一个例子 是我自己 我虽然号称是以色列的支持者 而且住在以色列 但你去看看 我骂以色列政府骂得有多狠 即使是在战争期间 我也可以毫无顾忌地 骂以色列政府无比昏庸 而以色列媒体 比我还骂得凶得多 你去加沙找个 马哈马斯的人 出来让我看看 能找到吗 他要敢开一个 类似我这样的设媒账号 用不了一个月 全家都得被活买 很多人不了解这一点 上了主流媒体的档 也就是上了巴勒斯坦人的档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西局教训就是 毕竟BBC 纽约时报这类大媒体 在这个问题上 丑态摆出很多年了 你们这些小设媒 犯一两次错误 算得了什么